关下面门血案的刘焕荣 是竹联邦头号杀手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个人 也是竹联邦的要角 他是绰号白狼的张安乐 不过他可不是像刘焕荣这样 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凶神恶煞 张安乐从小就是姿幽生 拥有四个美国学士学位 还在名校史丹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他在竹联邦担任的是军师的角色 或者可以说他是黑道CEO 有趣的是有人认为 前几年宏起一时的国片MANGA 刘成泽所饰演的灰狼角色 就是参考白狼的张安乐所设定的 你看他有什么霸子 他那个脑袋 他每天不睡都在想 想组织要怎么发展 他现在一生令下细胞分裂 我马上就不是几百个人的帮派 是几万个人我跟你说 电影中饰演的外省帮派大哥角色 斯文的外形善于观察 不意气用事 说着国语和一群讲台语的角头打交道 巧的是 电影里他叫灰狼 有人说放眼江湖上狼自卖人物 影射的可能是竹联邦大佬张安乐 灰狼这个角色有参考白狼的特色 口中的霸子指的就是陈其里 也有人说电影情节和白狼的故事 还是有差距 演得像不像也自有公平 不过张安乐喜欢思考 御用计策抢地盘 用脑袋的效果比起杀手 更有杀伤力 他喜欢研究一些战国 这一个战国时代的东西 他喜欢去看他的策略 甚至于人事的布局 所以他开始一方面很有书生味 一方面就开始信任这些年轻的小朋友 怎么样分堂 或者是怎么吸收 时代不一样 兄弟 好好考 开一个堂 你就是堂主 我们都要有舞台 以后天下是我们的 所以在兄弟里面来讲的话 他是属于 大部分都属于军师级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跟地位 那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帮派上面的活动 他出了不少的意见 早期混帮派的 和声印花衬衫 最前卫的行头 就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道上兄弟 现实中的张安乐 则是戴着眼镜 斯文的外表 和我们一般认知的兄弟形象 落差很大 这个人他是一个 不太像兄弟的人 就是他又会念书 哇你这么大个人 把标的标识都写错 不是这个 当然不是这个 这段电影桥段 凸显大部分道上兄弟 很会打打杀杀 但书念的不多的窘境 白狼张安乐 却是顶着高学历的光环 扮演竹联邦的关键大脑 他是目前台湾目前为止 这种以大哥辈来讲的话 学历最高的 出生三年代的南京书香门第 从小和哥哥跟着父母来到了台湾 张安乐的父亲是大学教授 母亲是北女老师 张安乐从小就是名列前茅的自由生 这张穿着建宗制服 戴着建宗帽和母亲的合照 是张安乐最珍惜的照片之一 小一毕业得了显然这样 初中读了最好是初中建国中学 但是没想到后来确实了 混了兄弟以后呢 也开始在父亲担心 无历年代在南海路这边有一群 由学生跟青少年主持的帮派 叫做南海联盟 而当年白狼张安乐在就读建国中学的时候 就加入了南海联盟 这也是他第一次接触帮派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叶不孝的就是白狼的男友 就说不然这样干脆 就进来我们这里 大家反正都是一票的 就是外城第二代这样 后来才加入了主联这样的一个 我们讲竹林联盟 在当年那个万班阶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年代 面见中就代表是高材生 未来多的是出人头地的机会 这样的学生居然加入帮派 已经够让人惊讶 而在大学录取率不到两成的时代 张安乐不但考取了淡江大学历史系 还在淡水成立了竹林分布 更是让人难以想象 那个时候在我们淡江 大学生受到欺负 基本上都是由张安乐出来 做一个调解 做一个仲裁 张安乐在大学阶段就已经看出 没有地盘的竹林帮 虽然有组织有几率 却难以壮大 只有扩大地盘立下战功 才能在江湖有益喜之地 张安乐开始整并其他的眷村势力 不断吞食同样外省卦势力的四海帮 下一步就是以凶狠闻名的 本省卦牛补帆地盘 香港战廷是主人帮在台北地区 站立他的地盘建立他的一个 这个我们讲竹林帮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互相打 我到了中山区跟牛补帮互先火拼 那那个时候其实白狼也在 白狼是训练一批年轻的吸收学生 然后开始怎么样主训 民国五十七年中山区的香港西餐厅冲突事件 竹林帮以寡击重 一群人打退了牛补帮一百多人 奠定了竹林帮的江湖地位 竹林乐也一战成名 不但主持邦内的会议 更重整主联邦 分成了虎 豹 龙 狮 狼 鸟等堂口 各自有负责的地盘 这也是主联邦组织在地化的关键一步 这个地区如果你负责保护 那么跟地方合并相随 但是这个地区如果发生了事件 杀人事件 开枪事件 纠纷事件 你当地的黑帮就出门要处理 杀人乐将主联企业化设置了公积金 为了筹措裁员开始经营赌场 全台各地迅速扩张 成为拥有20多个企业化堂口 和直属武装突击队 白狼大学毕业之后 又顺利了考上淡江欧洲研究所 深受当时的陈旗里赞赏 为了增加国际视野和组织发展的需要 杀人乐离开了台湾 进入美国的大学就读 前后拿到了心理学 社会学 会计和资管学位 甚至考上世界一流学府的史丹佛大学 运筹学研究所 不过 经营餐厅又和当地的月亲帮发生了冲突 基本上那个时候在洛杉矶 一般的华人碰到事情是月亲的事情 都很害怕 每个人都做了缩头了 要不然就是退让 张安乐好好的做生意 也没有必要去跟他们招惹他们 也没有去特意的去跟他们寻仇去争地盘 反而月亲帮到他的餐厅来要收保护费 后来还发生了江南案 张安乐不但中断的研究所课程 还被美国政府指控半读 在美国监狱关了十年 没想到反而将主联邦国际化 不再只是台湾的一个帮派 建立交流很多朋友 所以你是来自哪里 你是台湾 你是各什么进来 我是主联邦的啊 主联邦的名号 就透过这个监所的这样的东西 在美国让大家都知道 就成为国际上的我们讲 黑帮主联邦蛮重要的一个成员 张安乐在主联邦超过五十年 除了年少时犯下伤害罪外 几乎没有其他的前科 对于帮派来说也十分少见 所以当年如果不参加帮派 以张安乐的聪明才智 或许会有一番风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